接下来是个很温馨的故事 家里有一名单亲的国中生 因为父亲中风几乎以医院为家 他的一群死党不忍心 他照顾父亲十分辛苦 于是大家自愿牺牲了暑假 每一天轮流到医院陪这一对父子 还为中风的阿伯加油打气 同学间的温馨关爱也温暖了证监病房 一群国中生有的拿着拖把 有的拿着扫把 这可不是在做学校的情节 而是到朋友家当起小小看护 如果朋友的爸爸这样 就是能帮忙多少就是要帮 想说帮忙一下 对啊 大家都是朋友 目前就读北清国中的诗信学生 和爸爸相应为命 但爸爸上个月突然中风 右脚右手都不能动 诗信男童一肩扛起照顾爸爸的责任 但个天心的是 男同学的好朋友们也会一起来帮忙 我就不舍啊 不舍 你去那些小的来照顾这些环境 我感觉对于很难过 施爸爸表示这些同学大多来自经济弱势的家庭 但却都充满爱心 而失信男童尽管每天都睡在医院照顾父亲 但想到有这么多好朋友相挺 就觉得一点都不累 你暑假每天都来啊